你看那個陶檢北檢 他的辦案邏輯都一樣 他約談關鍵證人 然後對你 當然一定是恩威並施 然後勸你要想清楚 我們手上有你的資料 所以你不要說謊 不然你就做偽證 你會被重判 所以你看彭正森被約談 彭正森三個小時就結束 光是那時候三小時出來 你就已經特略大膽預言了 不是嗎 然後他現在不是去約談 然後他後來不是去約談 都市計畫委員嗎 全部約談 那裡面一地也有污點證人 我跟你講 因為那個過程 我是稍微有點了解 就是民眾黨現在是說 有的人就兩年任期到了 就換人嘛 可是剛好就是意見不同的 都被換掉 所以這裡當然他有他的說法 就是說我沒有要故意換誰啊 反正兩年到期 然後宋政賣他就會覺得他是刻意被換掉 就這樣 那這裡面當然還有一些江湖傳聞 有待驗證 就是投Yes的 有沒有拿到錢 哇 你知道我意思 所以他為什麼今天去收 收那個審信金的辦公大樓 對 我跟你講啊 他一定跟金華的那些 比如說財務經理啊 總經理啊 或者是審信金董事長啦 跟他一定是威脅他嘛 說其實我們都已經查到一定的程度 都掌握了啦 那有一些都委員 都市委員都已經承認了啦 你們給錢 我現在是不知道都市委員有沒有承認 說他有拿到錢 但你聽到的江湖傳說 江湖傳說就是這樣 不然都市委員幹嘛投Yes 這當然人家會懷疑嘛 因為利益那麼大 利益高到120億耶 那檢方辦案本來就是從這個邏輯去推嘛 就是說關鍵人就是 柯文哲說是都市計畫委員會 自己通過的啊 那他就來查 那個每個決策的狀況嘛 那看你的發言紀錄嘛 那他也會分別切開來詢問嘛 然後從你從A來問B啊 A來問C啊 再問從B來問C啊 檢調都是這樣辦案的啦 而且我跟你講喔 我們那個圖利罪啊 你去把那個條文拿出來看 那前面有一句話喔 叫明知違法而為之 對上次你有跟我們解釋過 明知違法就是 有人有告訴你 這可能有違法的可能喔 勸你不要做 你偏偏要做 那 檢方就先認為你 人家有提醒你喔 你還是幹了 而且把它換掉 那除非你能證明 除非你能證明說那個是合法的 那這個學問就大了 合法大概有幾種證明方法啦 第一個叫做以前有人做過 所以柯P就要去找例子 那第二個就是 這不是我做的決策啊 是都委會集體的決策啊 所以你就不能夠被沾到 所以他為什麼去訪彭聖生 他就會去找都委 說那個市長有沒有跟你見面 彭聖生 市長有沒有交辦 那民眾黨就幫柯P說 交辦 交辦只是說 這個案子要開會啦 那 就是交辦到什麼程度 就是這樣 那彭聖生 我覺得彭聖生一定會全力配合 所以我跟你講這個東西 這個我覺得有很多政治人物哦 不要想當人而用政治語言 來回答法律問題 我跟你講法律問題 它本身就是科學啦 你要按照他的法律要件來回答 比如說我剛剛已經跟你講了 什麼叫圖利 民之違法卻違之嘛 所以是有人跟你講不同意見的 可是你把他們都換掉 那你就要證明你是合法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 那你不能夠說 意見都一樣啊 是他們做的決策啊 之前有人不同意見啊 所以你這一點不會成立 你知道我的意思 這個就是 法律的邏輯就是這樣 就你 你用政治影響力 搞到最後都委會 都是同一個意見嘛 所以你不能夠說是他們的主張啊 不是啊 所以 人家就要去追究你有沒有交辦 就是具體的意見 那誰換了 決定 這幾個都市計畫委員不續聘 是什麼邏輯 那難道你全部都換嗎 那為什麼有的留有的沒留 就是你就要說一堆啦 就是這樣 現在民眾黨最大的問題是要穩住啦 而不是說你不要去說 柯文哲26掉到18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一個更悲的 更悲悲劇的啊 那個民調只做到8月22 沒錯 4300萬的 開始還沒出來 對 我身邊有一些理性小潮 我就說怎麼樣 還挺嗎 他就說啊 挺是挺啦 還沒走啦 可是那4300萬那個 我認為4300萬這個影響最大 他說4300萬這個 怎麼 他說柯文哲怎麼自己去買辦公室 怎麼去買 然後我就想說是不是快掉本了 然後他就不好說了 他還有一個危機處理的方法啦 就出來宣布 這個自然人改成民眾黨 我覺得已經來不及了耶 沒有啦 那個傷這個 這個已經叫危機處理了啦 你已經被爆料就受傷了啦 對 那 他可以說啊 社會觀感覺得這個不好 那 我就捐給民眾黨啊 那政黨是可以有辦公室的 這個沒有違反 黨產的問題 因為 那個 國民黨那一棟道樓也是他的啊 那並沒有違法 那當然就 我今天就跟 陳婉慧就講啊 他說這個其實講清楚是沒毛病 就是這完全是觀感啊 是啊 因為你講了一句話啊 他說別人也這樣幹啊 他每次都這樣講啊 結果蔡英文就第一個出來反駁你啊 我都是用豬的啊 不是嗎 對 而且人家還往前比對嘛 就是從宋楚瑜以來 包括韓國瑜 侯友宜 全部都捐給政黨 那小英是成立基金會 那賴清德是切成三份嘛 那也不是給自己啊 都給社會公益啊 就說我坦白說啊 做到國家領導人這個級別啊 你得到那些票也不是你個人造成的啦 對 對不對 那個本身就是一個 一個群眾運動一個政黨運動 但我相信他覺得是他個人 那我那你就祝你幸福啊 哈哈哈 我今天我一個朋友就跟我講這個啊 我說人家沒有違法啊 幫自己買個房子 當包豬公又怎樣 那我就祝你幸福啊 就這樣嘛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ow your care